娱乐圈中很多的明星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 但是离开美光灯 脱掉完礼服之后的他们和平常人一样 很多的时候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只要有一点的风吹草动就会吸引很多的关注 从老艺术家赵忠祥去世之后 马伊利瞬间就成了众矢之地 本来是想缅怀赵忠祥 但是在微博中终于两字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一直以来马伊利所经营的文艺女青年的形象 算是栽了一个大跟头 对于明星来说最艰难的不是在有亲合力或者是演技 最艰难的就是卖弄人设 一不小心就会翻车 在娱乐圈中这也算是常识了 不过对于这件事马伊利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这些也都变成了网友之间的一场独角戏了 自这次风波之后 马伊利在今天1月19日首次被媒体拍到 在北京的路透 从现场的照片中能看出来 马伊利身穿黑色的羽绒服 表情十分的凝重的从房车上下来 看表情就能知道北京的天气有多冷了 并且从车上下来之后 马伊利就一直缩着身子 双手也在不停的摩擦 可能是刚刚拍完戏 之后才换回了变装 能看得出来 脚上还穿着一双棉拖鞋 在棉衣里面也似乎穿着比较随意 应该是一大早穿着很随意的就来拍戏了 从在寒风中裸露着的脚脖子就能看出来 马伊利是真的很瘦了 身体虽然被很厚重的棉服包裹着 但是下身穿着肤色的打底裤 脚脖子也很纤细 就是不知道冷不冷呢 只见马伊利很快速地从房车上下来 很迅速地往自己的座驾上走去 这辆车的终点是在一家酒店 随后马伊利就穿着宽松的棉服 迅速地上楼休息了 在这样寒冷的北京 顶着寒风拍戏可以说很辛苦了 其实对于明星来说 拍戏也十分的不易 最受不了的就是在冬天拍夏天 夏天拍古装 这样反季节的戏确实很难熬 对于自身的极限也面临着很大的体验 而马伊利从大家比较熟悉的夏琳 紫薇 再到后来的罗子军和孙芳演技 可以说非常的娴熟了 并且自从和文章在一起之后 马伊利的才女人社也一直跟随着她十几年 当年的那句且行且珍惜也一度成为网红语句 不过在感情上 马伊利和文章也分道扬镳 在事业上虽然并没有受到很多的影响 但是就在前几天照中详事件 却让马伊利的才女人社饱受争议 也是世间的事就是这样 不破不利 生活时时刻刻都充满着很多的坎坷 有顺境也必然会有逆境 在顺境的时候不焦躁 在逆境的时候不气馁 这样才能笑到最后不是吗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